新的朋友开车上路 你是不会判断车身与障碍物的距离 还是不会判断我们车轮的位置呢 无论是哪一种 掌握这些技巧 你再来开车上路 你会发现开车真的特别的简单 如果你不会判断车身与障碍物的距离 那么你只要这样操作就可以 我们找一条画有这种白色标线的路段 把我们的车开到距离白色标线30厘米的地方 然后我们上车观察 只要白色标线和我们这个车辆重合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左侧的车身安全车距 这里这个位置大家可以 进不住的朋友 我们可以记住我们的这个仪角盘的 这两个最外延对不对 最左侧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左侧标线的位置 当然出现在这个点之外 开车都是安全的 那我们右侧的车距 也是用同样的操作 把我们的车沿着这个白色的标线往前开 开到距离白色标线 单实于你的地方 然后我们上车观察 我们这个白色标线与我们车辆的重合的地方 大家也就是我们方向盘这个三点多么位置 可以说也是等风 咱们这个仪表右侧的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的右侧安全车距 障碍物出现在这一点以外 我们开车通过都是安全的 那么左右都有障碍物时 这两点我们就可以同时看 把车辆往前开始 引擎盖开 盖住障碍物底部以后 我们停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我们的这个 两侧的障碍物 是否出现在两侧安全边以外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对这边的点 是不是走在外面 那么我们回这方向 往前开 通过时哈 我们的这个车身和 远章碍物的距离 是不是 至少说还有30厘米 你们不用担心哈 我们的这个车辆会显到 那我们这个车轮的位置 又怎么判断呢 如果哈是前车轮 判断方法特别的简单 如果一刀子是 长接离的远章碍物时 不判断机能就准 那么我们只要记住哈 把我们的车往前开 或者是找一条这样的 马路以达词 第一次试验的时候 一定要找马路牙子 往前开 开到我们的车轮哈 你在上面 就是前车不动的时候 我们几招 然后哈 我们这个时候 可以看一下 我们正常坐姿看出去 我们这一道 马路牙子和我们车辆 重合的位置哈 就是我们的这个安全点 以后出现这样的障碍物 再撑前方式 只要障碍物出现在这个点 以前都是安全的 那么右侧也是一样的哈 我们的这个障碍物 在这个点以前 那么都是安全的 这是咱们的这种哈 直线的点障碍物时的判断方法 如果一刀是这种高的障碍物时 我们就记住哈 我们的前轮位置是在A柱夹角的位置 或者说哈 是在我们左脚踩的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车往后退 拾 是不是要坐在车内 看到我们的A柱夹角和咱们的障碍物 平行 或者是对替以后 我们再打轮 这个时候啊 我们把这个车子脚踩不退 哇塞 这个啊 就是我们前车轮的位置 那汽车后轮位置 怎么判断哈 其实这个是最简单的 我们就要盯着我们汽车的西柱 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 都看西柱 把我们的车辆往后退时 不管我们的车车和障碍物 离到正的 别的 还是歪的 对不对 我们把车辆往后退 不管你怎么打方向吧 只要我们的这个西柱和我们的障碍物 平行以后 我们再打轮 我们的这个车轮就不会刮成了旁边的障碍物 这个哈 就是我们后车轮的位置